藉由持诵楞严咒 也希望能够帮助大众得坚固心 楞严咒 记载于大佛顶首楞严经卷期 经上说 众生若能持诵此咒 则一切水果 诅咒 障碍等皆不能加害 并能获得种种的功德果报 关于这个楞严咒的部分呢 它的好处 它的功效呢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除了楞严咒可以降服我们的外魔 另外楞严咒还可以降服我们自己自信的魔障 然后另外呢 楞严咒太长了 一共有五会 有五百多句 以宣话上来讲是有五百多句 那一般的客颂 那个客颂粉的话是三百多句的楞严咒 但是呢 我们太长了 没有办法持诵 也没有关系 我们的楞严咒心 大白散盖 都可以持诵 以短短的咒心来保护我们的身心 让我们的身心不受外魔的障碍 侵扰 如来宣说楞严咒的目的 主要是保护未来式的修行者 能得住三魔地 身心太人安稳 不受外来魔障所侵扰 楞严咒更是破斜显正的神咒 在末法时代 若能背诵楞严咒 就是护持正法的最好方法 而初学者 若能透过参与楞严法会 相信更快能领略楞严经其中的妙意 法界新闻五庸曲 台中采访报道